妳好 新年 我今年還是一樣希望我的家人 還有Pinky我的狗狗很健康 因為Pinky已經十五歲了 所以希望牠可以很健康 然後也希望我爸媽今年呢 一樣我想他們只要想去哪裡遊玩啊 想要出去旅遊啊 我都會無條件的支持並且贊助他們 那情人節你會怎麼樣過嗎 情人節日十四號 喔我那天好像開工耶 我們是不是十四號 喔我們放假到十五 十四號是我的年假最後一天 所以應該會老老實在家整理行李 因為十五號就要出去工作了 嗯我想女生 應該說人都會吧 男生女生我覺得都會對愛情有期待 然後我覺得之前自己沒有 沒有太花太多心思在這上面 但我覺得二零一九年給自己一個期許就是 好像愛情的門可以打開了 不會太著急 因為我怕我一著急呢 找到就不是好的怎麼辦呢 所以慢慢來 對但是我願意多認識一些朋友 那之前SG跟華妍的那個 舊婚有出於這個 我們現在還在跟華妍談 嗯 但我覺得對彼此而言 SG已經陪伴我們十七年 然後是我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會盡全力的守護它 保護它 然後讓SG可以有更多不一樣的作品啊 或者是大家想要的期待的方式 就是送給大家 那這次好像是全部幫你們做華妍呼了 嗯 然後見的機會多了 會有機會 沒有耶 這樣講是不是你們覺得很無趣 但是我非常的感謝他 我覺得我們三個都是 就是 嗯 畢竟彼此也陪伴人生一段很長的時間 然後現在呢 他也是很認真的幫我們談 就把我們三個當妹妹一樣的在照顧 所以我相信會有很好的結果 我是指合約不是我們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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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